好,這些焦點要帶大家來關心 電動車大戰現在全面開打了 我們來看到歐盟繼美國之後 在6月12號的時候正式宣布 說7月4號開始要對中國的電動車 來加徵暫時反補貼關稅 那其中最重的比例是高達了48.1% 好,這項消息傳出來之後呢 中國大陸相關的部門 各種批判的聲浪沒有停過 我們從呼卡康中來看到 這國家發改會呢 連三篇發文他指責說 這個主動呢是阻礙了全球綠色低碳轉型進程 而且不利於歐盟能源自主還有經濟安全 那中國大陸的車企也陸續發表一些聲明 堅決表達說不滿不公 更強調說這樣的舉動呢 就是違反了自由貿易的原則 不過現在也有分析認為說 其實中國車企方面 他們早就有應對之策了 包括呢轉進歐洲來建廠 或者是建立一些合資企業 那另一些是考慮要從泰國等 第三國來向歐洲出口 好針對中國電動車加徵關稅 大謙哥你怎麼看來歐盟跟美國他的力道呢 美國跟歐盟對中國大陸電動車加徵關稅的出發點 其實不太完全一致 美國呢他就是奸詐 歐盟是愚蠢 那對美國來講 他之所以奸詐的原因 他原本就是要在美中爭霸的整個格局之下 他希望盡可能的這個限縮中國大陸的這個貿易的能力 跟市場嘛 然後藉此來打擊中國大陸 這是美國在整個這個美中爭霸架構裡頭 一環又一環的套路 他就準備好了 所以你在科技上做圍堵 在軍事上做封鎖 在政治上做結盟 然後在貿易上他開始打壓你 然後給你灌上了一個帽子 說原本你這個新三樣 你就是過度的這個產能 這個超過了 然後政府有補貼 然後你就是惡意的傾銷 但是美國沒有補助嗎 美國沒有補助他半導體業者 美國沒有補助他的電動車 拜登那麼高調的在白宮前面的草坪上講的那些話 都是我們做夢夢到的嗎 美國也做了同樣的事情啊 這就是美國 美國他自己眼中只有他自己的利益 就全球的是非對美國來講都是不重要的 就美國認為你對你就是對 美國認為你錯你就錯 美國認為你傾銷你就傾銷 所以美國自己可以做可是你不可以做 但是結論上其實最主要的關鍵問題 就是因為中國大陸的電動車發展 已經到了一個很驚人的地步了 就中國大陸在這些年來 因為他們不斷的在國內的市場 推動所謂的這個電動車的基礎建設工程 而且做得相當的好 就是我過去在立法院要推這個電動車 在台灣我不是沒推過 推電動車最重要的關鍵是 你有沒有這個環境啊 任何一個這個車主要買車的時候 你先想的是我的車會不會盪在路上 我到底能不能夠很方便的找到充電站 我到哪裡去換我的電池 這才是中間的關鍵 然後我的車的價格是不是合理的 那大家會經過一個縱密的盤算之後 才決定我要不要用電動車 可是中國大陸在過去這些年來 他們是以國家的力量 在全面的鋪建這些基礎建設工程 所以中國大陸現在的這個充電樁 它的充電的這個規格的統一 它的這個換電站做得非常的完整 那也正因為如此你就會發現 它的中國大陸電動車的這個行業 是蓬勃發展雨後春筍的 一大堆品牌我們連聽都沒有聽過 那在這種市場很龐大需求很強大 而競爭又很這個壓力很大的情況之下 你就發現它電動車價格不斷在降低 低到現在大概30萬台幣就可以買一台電動車 那你能想像嗎 30萬台幣買一台電動車 而且中國大陸現在更狠更厲害的是 它不只是電動車耶 它把電動車跟AI結合了 所以叫做智能電動車 我曾經看過中國大陸的一個demo的影片 它demo的一個智能電動車 這個車子裡頭是沒有任何按鍵的 那人家說那沒有按鍵 你怎麼去操控這輛車呢 沒問題啊 他說我用手指 說現在把那個玻璃降下來 那個玻璃就降下來 他用手指就可以了 他不用按鍵了 所以中國大陸現在已經試圖在把電動車 跟人工智能又再綁在一起了 所以中國大陸的電動車的發展 早就遠遠的把美國跟歐洲的這些車企甩在後面了 那這就是美國的不安跟惶恐嘛 那麼他擔心中國大陸的影響力會越來越大 那麼藉由電動車的這個 在全球攻城掠地 一方面他美國的汽車行業就不要做了 另外一方面中國大陸的果力就會變強 所以其實美國之所以要對中國大陸 這些貿易科徵關稅 其實最主要的原因 當然就是希望在美洲貿易爭霸戰的過程當中 他要壓制中國大陸的發展 那當然還有很大的一個原因對美國來講 因為拜登現在選情很糟 這是顏老師的這個專業 他在很多搖擺州都很危險 因為我過去在Ohio念PhD的 所以像我們Ohio周圍都是汽車工業城 所以你就發現他在Wisconsin 說要科徵什麼鋼鋁的稅要把它科高一點 然後他在像Detroit這些地方 他就不斷的在強調說要打擊 這個中國大陸的電動車 其實這是他為了他國內的選舉 但是我覺得歐盟就是個蠢 就愚蠢 為什麼我會這樣講 就是歐盟他馬上就要科徵這個碳碎了 他馬上就要推這個強力的在推這些節能減碳的一些相關的政策了 所以歐盟理論上來說他應該最在乎綠色能源 他應該最在乎這個對抗全球暖化 那電動車不正是一個最好的工具嗎 那麼甚至現在全球不管是電動車不管是太陽能面板 大家當然希望價格越低越好 因為你價格越低就有越多人會採用 有誘因 對 那有這個誘因你才能夠真正走向這個綠色能源 走向節能減碳的這個我們最重要的目標 可是你現在看到歐盟現在對中國大陸電動車科這麼高的稅 其實某種程度就是被美國綁架 就他們甘為美國的小弟 就是美國要做這件事情他們也不敢說個不 但是我要強調的關鍵問題來了 當今天美國跟歐盟做了這樣的事情之後 第一他們必然會遭受到同樣的對等的這個關稅的調整 所以你以後不要講別的 你德國的車還不要賣進來 你德國車以前在中國大陸 Volkswagen幾乎遍地都是耶 那德國車在中國大陸其實佔了很重要的一個 中國大陸市場對他來說是很重要的一個比重 那現在如果今天你對他的電動車做這樣的課稅 他同樣的把燃油車的這個稅率提高 中國大陸可以講得很漂亮喔 他可以不要說貿易戰 他可以說我為了要鼓勵國內的這個綠色能源 我為了要鼓勵國內的這個綠色交通 所以呢我必須要做這樣的方式 把關稅提高 讓所有的燃油車能夠退出市場 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 其實中國大陸不管是把生產基地移轉 或者是他做出對應的這個關稅的調整 其實美國跟歐盟並不見得能夠討到任何的好處 是好我們接下來看到這個大陸官媒 央視新聞旗下的一個新媒體帳號 預言談天他發文指出 歐盟對於中國電動車加徵關稅之後 中方內部呢正在推進要提高 大排量汽油車的這個進口佔定的關稅相關程序 好剛剛我們想跟您請教啦 因為中歐之間其實這個依存度是非常的高啦 那如果貿易戰擴大的話是不是會兩百俱上 當然啦 但是這個可能性有多大 其實我們大家都在關注之中 為什麼 中國跟歐盟之間的貿易 它每年都已經達到一個節節上升的那種規模 所以你就曉得說 這兩方之間的依存是非常大的 而且我跟你講 到了今年 德國銷售給中國的這個汽車 就是2500CC以上排氣量的汽車 已經到了180億美金這麼多了 一年耶 一年這麼多 好那我請教你一下 如果說你今天要對中國的電動車採取加徵關稅 還不到報復性喔 現在只是加徵關稅而已 那你今天中國也照樣可以從農產品 從一些就是說奢侈品上面來給你幹嘛 也進行關稅加徵的 在這種情況底下 我跟你講兩邊一定都不會討好 好在 我們到7月4號還有一段時間可以觀察啦 不過有另外一個觀察指標 就是當6月12號宣布要 對這個中國進口電動車加徵關稅的時候 6月13號 港股跟中國的股市竟然往上揚 這非常的耐人尋味了 謝謝幹哥 好不過尤老師我們想跟您請教 因為接下來包括了德國副總理還有義大利總理 他們前後都有要訪中嗎 你怎麼看這個行動 以及剛剛其實大健哥少爺 我幫我們談到了 德國汽車這個製造商 他們跟中國的合作很深 那接下來會不會受傷更加慘重 我覺得當然不僅是就是說 會擔心這個中國的車子 這個電動車在歐洲的這個銷售 但對德國來講 德國自己的車中國的市場很大 還有 對不起 在中國生產的也很多 那難道要把中國生產的東西也要 這個 以後都要 中國也說也要課稅 所以這是一個滿有意思的問題 我覺得最好 最有意思可能還是大家剛剛提到 你今天指控人家補貼 我自己在美國 他在歐洲 我在印第安那 我去參觀農家 農家就跟我講明 他說我們這塊是玉米田 這塊是這個大豆田 這一塊是政府付錢給我們 叫我們不要生產 因為產能過剩 因為你知道美國中西部 那個農業實在太強了 所以美國有沒有補貼一大堆 然後這個chip egg不是補貼嗎 那什麼叫做補貼 你今天要把它分得很清楚 歐盟是說他有調查中國大陸 那我覺得我要 我還沒看到報告 那個報告出來 為什麼你這幾家不同的電動公司 那個電動車的公司 你那個關稅都不一樣 然後會不會到最後 又像大家都以為 像是川普想的一樣 加了關稅 是中國人要付很多錢 不是 是消費者 是你們的歐洲的消費者 是美國人在付錢 當然他們可能會不會買 但是至少就是說 你不要以為你是客到了中國的公司 不是 你可能說希望打擊它的銷售量 但是如果它今天 即使你客了稅之後 它還是有競爭力呢 我們過去看到 就是美國 那時候打擊日本的車也是一樣 他覺得日本車 就是因為靠便宜 結果後來到最後美國人認識說 日本車品質比較好 不僅是便宜省油 而且品質還不錯 那這個時候 你就已經到了時候 你用關稅來處理這個問題 就已經沒辦法 你關稅只能說 是打擊那個 就是說品質真的不是很好的 那我覺得他們覺得 那我就不要買沒問題 但如果品質真的比你進口的 比你原來國家的生產還要好的時候 我覺得你真的很難打擊的 是 不過你老師 其實就像剛才老師講 我覺得老師剛才講到兩個重點 第一個重點就是 你自己的品質到底行不行 如果今天美國生產不出來一台 我剛才講的那個智能電動車 那那個智能電動車就算 不要說關稅40%啦 就關稅百分之百 乘以二好不好 乘以二一台30萬 它乘以二不過就60萬 拿到美國去賣還是有人要買 因為你美國做不出來 你美國沒有這樣的品質 你美國做不出來這樣的產品 所以關鍵在於你自己的能力問題 關鍵不在於人家有沒有傾銷 那第二個關鍵就是 剛才這個老師講的 事實上老師也講到重點 就今天如果真的採取這樣的動作 其實對美國跟這個歐盟這些國家 並沒有討到任何的好處 這羊毛是出在羊身上的事情 所以過去川普不是沒幹過 過去川普老師應該覺得他在任內的時候 他曾經去跟這個Apple 跟福特汽車說 你們要把廠搬回來 你們如果不搬回來 所有運回來的我都給你課關稅 他們搬回來了嗎 沒有 因為為什麼 他們打了一下算盤發現 那隨便嘛 我就寧願加關稅 價格就高一點點 最後就賣給消費者 我就算蘋果手機貴個兩千塊 你難道不買嗎 你還是照買嘛 所以對他們來講 搬回去美國了沒有 沒有 所以美國的製造 到目前為止 至少在川普任內 他講的那一堆話 都沒有任何一家大廠回去 所以關鍵問題就根本不是在這裡 影響到還是消費者 不過袁老師我想跟你請教一下 因為剛剛提到說 包括了德國副總理跟義大利總理 都要去訪問中國 會帶來什麼樣的改變嗎 我覺得當然就是說 你現在比較麻煩的部分 就是說中國可能可以選擇性 隨便問你 使命 作詞 作詞